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你儿子最近有没有跟你们联系过 你说的是谁啊 于昊明 他不是你们这人吗 他应该跟你们在一起才对啊 你怎么突然问出这种话来了呢 怎么 他现在不跟你们玩呢 不 他不是我们的人 他是八路军的地下情报人员 代号叫监导 哦 那你怎么不早说呀 什么 我一直以为他是你们的人 是个叛徒 是个汉奸 就因为这个我一直无地自容 羞与贱人 这现在好了 我终于知道了 我的儿子是抗日的 太好了 我开心了 我开心得不得了 要么不死的 你是不是不想活了 哼 当然想活 年轻人啊 别看你比我年轻 放心 我一定要活得比你长久 因为我有这么一个好儿子 我多开心啊 开心者长寿 舍了你 其实你早就知道了 对吧 对 自从你们进驻了瑜伽之后 我就知道了 你们是想拿我和他娘 当作要挟他的资本 可惜呀 你们打错了算盘了 很好 我此次前来就是要通知你 你们等着迎接死亡吧 哼 我倒是希望你能活得长久一些 到那个时候 你就会看到 我们的中国是怎么慢慢强大起来的 大爹 昊明氏 我早就该告诉你 咱们的儿子一直在瞒着咱们干这大事 他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没给咱瑜伽丢脸 没给咱中国人丢脸 没给咱中国人丢脸 谢谢啊 大爷 大爷 没事 来 给我拿吧 去管他 来点慢点 好了 怎么了 快起来呀 雪莹 二叔 我好像要生了 这这这 雪莹 你怎么了 不行啊 孩子要出生了 好啊 不怕 李嫂会接生 李嫂 你快点 李嫂 快 快 快点 你怎么样 怎么样 是不是要生了 是啊 这这可怎么办呢 去 想办法弄点清水来 好 小心啊 坚持住 为什么要停下来 不行啊 雪莹要生了 坚持住 不能停 鬼子就在后面 再不走就要被包围了 我来背着 不行 孩子是太阳山的希望 是我们巴勒军的希望 一定要保证孩子 顺利地生下来 首长 这样你们就太危险了 整个中华民族 都处在危险当中 孩子是新中国的希望 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他们 不能再犹豫了 对 就地挡住鬼子 雪莹 求不成 你帅行为营战士 才特意搭建临时阵地 是 靖文英 跟我来 是 韩东 你帅机关战士 去迎断后的于昊明他们 无论如何 要挡住鬼子进宫 村部长 执行命令 这坚持不了他一会儿 是 其他动日 只要能拿起武器的 给我就地阻击敌人 跟我来 快点 怎么回事 为什么跑回来了 参谋长命令我们 一定要打出鬼子 为王显英同志 神孩子争取时间 大批鬼子正在追我们 先打退敌人 第一攻击波再说 就地散开 手里来准备 是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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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们 赶小贵的名字 杀 杀 来 甲宝尖 使劲 利嫂 没有水 只有冰啊 不行 想办法化成水 沈樱 使劲 沈樱 再甲宝尖 使劲 使劲 沈樱 公主们 破衣服 把冰花成水 快点 给我一块 给我一块 沈樱 使劲 沈樱 鬼子大部队也很快快上来 杭队长 快去报告参谋场 这里快顶不住了 我们会尽量阻击鬼子 快去 好 队长 找好退路 火力阵场 好 中则阁下 传道正雄将军来电 令 这是我今生最大的耻辱 给将军回殿 八路正在溃淘土洲 我正居高临下 即可发动突袭行动 是 令令部队 全身进攻 使劲 使劲 生出来了 生了生了 生出来了 是个大方角的 太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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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出来了 放心吧 孩子生出来了 孩子生出来了 生了大 好 保护孩子 好 好 放心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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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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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明 神明 玄瑛 给我打 好 玄瑛 好 玄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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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的孩子 还没有吗 取个名字 太后 就叫太后 他是咱们太昂山的孩子 太后 玄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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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孩子 交太后 报告证村各家 我军几次冲锋 都被八路项强阻挡 未能死掉他们 八路目前已突破大道帘队防心 残部想西逃损 我军正全体追击 快 井外人的铁龙 竟然被八路连续突破 就算剿灭了八路总部 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 我回去还有什么脸面 你们都应该匍复 向天皇陛下谢罪 太军 太军 息怒 息怒 息怒啊 我认为这八路啊 他一定会和外围接应部队 继续联络 咱们不是有那个 先进的侦听设备吗 只要他们联络 咱们就能锁定八路的范围 然后让部队全面砸进口袋 那八路还不是瓮中之鳖吗 命令外围部队分兵回撤 同时向我不拷牢 不能再有任何善事了 停 注意警戒 参谋长 前面根本冲不过去 日军炮兵连队已经堵住赖州 正面突围将会付出惨重代价 太强 什么 不能停留太久 鬼子大队很快会押过来 前面有日军炮兵连队过不去 不能犹豫了 翻山吧 什么 翻山 别忘了 这儿还有伤员呢 这么多的山 正常情况下都很难过去 比如说现在这种情况了 不不不不 我现在觉得奇怪的是 是 我们到达李村的时候 其实已经摆脱了鬼子 为什么之后没多久 鬼子就赶到了李村 日军是怎么发现我们的 是啊 离开李村 我们也是带着鬼子堵圈子 并没有保护行方 可是跟总部汇报完情况后 没多久鬼子就出现了 难道 没错 是电台 电台 对 在李村 一定是严颂四郎 趁我们放松警惕 偷走电台 向日军报告了我们的位置 之后 我们又用电台 与总部联络过 我们忽略了一点 日军配有无线电侦听设备 一定是日军侦听到 电台发出的信号 暴露我们的位置 地图 不 放弃前后突围行动 你们看 左侧是湘远 又已是五阳 越过这座山 就进入了沟河土林 那里地形复杂 便于穿插行动 离五阳也近五十多里 在五阳 有我军三八五律在那里接应 到那个时候 我们就会彻底跳出鬼子的包围圈 所以 我现在命令你们 立刻从右翼翻山 直奔五阳一群 你们 什么意思 我利用电台吸引鬼子 为你们翻山争取时间 参谋长 这绝对不行 我坚决反对 彭雪芯政委 这次冒充总部首长的拖位计划是我提出来的 我一定要想方设法 把总部机关部队全都带出去 而且我已经负伤行动不变 再说了 怕伤不用手更是一大难题 参谋长 我说过 这个责任我要和你一起承担 你怎么能这样呢 老鹏 没有时间了 这次我不会拯救你的意见的 你要带着大家拖位出去 对 参谋长 参谋长 我腿伤了 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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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腿伤了 我爬不了山 我跟你留下来一起吸引鬼子 我要留下来 还有我 还有我 我眼睛看不见了 我也要留下来 我是警卫营队长 我的最高任务就是保护首长 所以我必须留下 参谋长 我也留下 我要留下 我也要留下 我要留下 我也要留下 我要留下 我也要留下 留下 同志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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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大家都不惧怕牺牲 因为 我等一将生命 交付给了人类最为壮丽的事业 为民族牺牲 为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牺牲 我们每个人的死 都将重于抬山 但是 你们现在的任务 是要突围出去 和总部会合 去争取更大的胜利 没有时间再争论了 同志们 我请你们执起命令 参谋长 我们保证完成突围任务 不能行走的重伤人留下 敬礼 师长 什么情况 被围困的左东生参谋长 明码向我军所有电台发报 什么内容 我们的家在太行山上 我们的名字叫八路军 我们的母亲叫中国 我们的脊梁是老百姓 我们的灵头不容侵犯 主权不容侵犯 面对侵略者 太行山的居民 只有一种选择 那就是 用我们的血肉之躯 筑起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 是不可战胜的 同志们 为了新中国 向这炮火前进 八路总部在哪里 就在前面 快 就是他们嘛 我们跟了三天三夜 就为了这五个人 这就是八路军总部人员 这就是你说的 只要有电台 就由八路军的总部去关 这就是你说的 八路军所有总部首脑吗 大军饶命啊 八路狡猾 是你们非要来抓八路的头头 大军 不管我的事 大军饶命 小鬼子 你没任性啊 开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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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了数月之久的C号作战计划 就此彻底失败 而C号作战的失败 又使得以占领四川和重庆 为目标的计划 也正是宣告破产 将军阁下 八路军总部机关 已全部突出我军部位 并开始了权限返攻 多谢呢 没有任何他的消息 将军阁下 北野慈郎将军命我即刻返回太原 我想 我军阑阁下来 不吃东西 我军阁下来 有点大快 我是军阁下来 这个军阁下来 我军阁下来 不吃东西 我军阁下来 我军阁下来 那不吃东西 我军阁下来 爹正 你真的坚持要回到国军队伍中吗 是 我说过 我吃不惯你们的饭菜 不想留下了一记打鬼子吗 在国军的队伍中 我一样能打鬼子 回去不是因为别的 我是想告诉所有的国军弟兄 在这里都发生了什么 我都看到了什么 经历了什么 这一章让我感受到了发落军的气节 感受到了你们共产党人的胸怀 感受到了太行山军民的魂魄 我要告诉他们 国共两党无论有什么分歧 我们最终都是中国人 都是一家人面对侵略者 我们应该团结起来 只有这样 中国人才不会被欺负 记住 无论在哪里 你永远都是我最好的兄弟 只要你需要 我会与你并肩作战 市长 什么情况 386旅和769团齐席了湘元县 以及路程的黄年镇等据点 并摧毁了日北的交通线 独立团攻占了黎县县城 新鱼旅及太行四五分区 在支援太南有军的对敌作战中 收复了黎县县县和黎船县县 太好了 现在是我们返攻的时候了 这回得让敌人尝尝挨打的滋味 一定需要强热 把俩人潮回得 我们下了 全面反强 对敌人 还没拉到 看看 手挨处 那些什么 那些小施 但这些小施 ? 战队阁下 八路军突击部队 已经攻陷我军东阳阵地 我们失去了支援 情况万分剪辑 我们在长治的守军 目前不够五百来人 如果没有增援 我们是守不住的 八路的先头部队是谁在指挥 有消息车是于昊明带队 于昊明 你 她回来了 她终于回来了 去 把她想要的人带到城墙上去 你 你们干什么 快走 让开 快点 快点 布达达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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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帮牵手 快点 让布达走 布达达 别打了 别打了 市立 伯핑 热 Female 伯父 不 IntellEND 伯父 伯父 伯爷 伯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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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八路军真正的敌人 绝非土同士兵 而是日本军国主义 只要你们放下武器 你们将享有八路军 所有的优待政策 只要放下武器 停止行列战争 你们才能早日回家 与亲人团聚 把大宝推上来 给我瞄准城墙 爹 余浩铭 你将八路终于回来了 但是什么都得不到 快让你的士兵 全部离开这里 不然我就让你的父亲 死在你的面前 何爷正方 你个王八蛋 够出声 你还算什么男人 居然拿一个老百姓来做文章 不认识 我们还是谈谈条件吧 条件只有一个 放下武器 交线同乡 你们帝国武士 自打进入你们中国以来 你见过有帝国军官 交线同乡的吗 不然你的士兵撤回去 不然我就杀了他 我余浩铭 军不会为了自己的爹娘 就放心打鬼子 说得好 是我的儿子 我余哲铭 这条老命换这么多鬼子 值了 儿子 爹错怪你了 你是咱余家的后人 是咱山西的汉子 是个顶天立地的中国人 你就是藏在鬼子 心窝里的那把剑刀 爹知道得不算晚 还来着急为你喝彩 为你骄傲 儿子 开炮啊 为你娘报仇 为所有死去的亲人们报仇 儿子 快开炮啊 儿子 你还在等什么 开炮吧 告诉小鬼子 咱山西人做生意是天下第一 打鬼子也绝不做天下第二 不要再让西叉的人送死了 快开炮啊 别让你爹瞧不起你 开炮 爹 开炮 快炮 开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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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 同志们 杀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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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 杀 杀毁的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白鹤 我回来了 我终于又见到你了 对不起 对不起 让你承受了那么多的痛苦 你现在失去了记忆 成了一个没有过去 没有历史的人 不过这对你来说也许是一种解脱 我们又可以重新开始一种新的生活 而这种生活 我却可以让我离你更近 我想告诉你 我查到你的身世了 你确实是中国人 其实你是什么人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相爱 重要的是 这个国家需要和平 长治城实现 帝国军队又在中途岛大战中实力 占物不胜的强大海军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 短时间内竟然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我们原本想通过C号作战计划 现在消灭八路军头号收纳苏青 或者至少要削弱华北的抗日力量 竟会使袭金 消灭重庆政府 没想到在太行山上 被八路军牵着鼻子走了好几个月 什么目的也没有达到 这样的结果实在是令人沮丧啊 将军阁下 您太悲观了 不只是悲观 更多的是忧虑 我怀疑这样的战争 是否像我们预想的那样进行下去 中国人是杀不绝的 即便我们杀掉了他们的头颅 也拿不走他们的精神和医治 你去吧 任我一个人待一会儿 大事已去 大事已去 中国人是杀不绝的 即便我们杀掉了他们的头颅 也拿不走他们的精神和意志 还没有到 为什么停车 回答我 我再问你话 在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 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牺牲 无数英烈为了自由 为了生存 为了和平 为了国家的尊严和民族的权利而战 他们就像一把尖刀 无时无刻都插在敌人的心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根下 杨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